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首先我们扫描一下 今天我们新闻里面会触及的 新冠肺炎全球疫情 目前个别区域或国家 他们最新的疫病数字 全球超过248万人感染 死亡的17万人 美国的确诊累计79万例 死亡人数4万人 我们来看欧陆 在欧洲方面 今天我们关注土耳其 单日死亡人数127人 创单日新高 土耳其的累计确诊超过8万 中东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就是土耳其 也是欧美之外 确诊病例最多的地方 而西班牙现在疫情趋缓 新增是1536例 累计是20万例多 我们来看亚洲 在亚洲部分 日本单日新增346例 死亡人数25人 创下日本单日不幸死亡 最多人数记录 东京还是一样 连续第七天了 一天的确诊超过百人 再看南韩部分 南韩新增9人 是第二次出现各位数字 而今天我们会关注 新加坡的疫情 转趋紧张升温 单日暴增1426人 创新高 因此新加坡取代 菲律宾成为东南亚 最多确诊人数的地方 还有就是要注意南亚的印度 一天增加了1553例 好 我们首先呢 头条要选择报道的是一个 枪杀惨案 总共在16个地方扫射 而夺走了19条人命 这是加拿大一个小镇 加拿大这个史上最惨的连环枪击案 是在东岸一个农业小镇 叫做波塔皮克 枪手在深夜里面 一户一户随机登门滥杀 在焚烧房屋 遇害的有19人 为什么这些家户会开枪呢 因为他先买了旧的警车 淘汰的警车改装 又穿了一身警察服 因此开门的人 以为警察登门不宜有他 而凶险已经死了 他是收入不错的牙医技师 因此他不因为疫情生活崩坏 那究竟为什么犯下 如此凶残的杀机 我们来看这则 让加拿大人非常悲痛的新闻报道 这位加拿大小镇波塔皮克 居民看到的是血案最后一个现场 之前还有十几个犯罪现场 18号加拿大东海岸 新斯科西亚省发生该国史上最惨连环枪击案 有些父母是在孩子面前惨遭杀害 因为防疫禁足令全家人都在家 深夜十点半 凶险闯入宁静平和的乌农小镇波塔皮克 接下来的12小时 胸前攻击了16处地点 许多是民宅 从深夜到凌晨 小镇不断传出求救电话 警方追气到一半赫然发现 凶手假扮成自己人 51岁的假牙技师沃特曼 作案过程中一度还穿着警察制服 开着自己改装的假警车 降低受害者的警觉心 但到底谁是真警察 分不清楚 更让小镇居民陷入恐慌 整晚不知杀戮何时领到自己家 听到呼救支撑赶往现场的女警 海地沙文森试图撞翻凶险的车阻挡 被凶险开枪击伤 甚至再被拖下车来补枪杀害 海地从军中退伍后 担任仅值23年 身后留下丈夫与两个孩子 为何杀人魔般的凶险挑上 波塔皮克小镇 有一说是凶险恶意预谋连环杀人 除被枪支 陆续购入两辆警方淘汰的救警车 但常往来的朋友们却说 凶险沃特曼收入稳定 人也和气 赚钱买了几栋房子 从小就热爱收集警察的一切 长大后就买进救警车 制服和枪支 沃特曼长了一张无害普通脸 为何从一百多公里外 跑来此地大开杀戒 另有一说是 他的前妻与新男友搬来了此地 两人就是沃特曼最先杀害的 但之后沃特曼似乎是 边逃避警方追砌 边随机杀人 加拿大枪支管制比美国严格 不仅需要上课考执照 接受犯罪史与背景调查 枪支还分三种等级 使用各有限制 到底为何一个看似没有犯罪动机的人 会变成杀红了眼的恶魔 太多意外加上例外 细节有待加拿大警方调查释清 TVBS新闻综合报道